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歌如约》在几乎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突然发布 给人的感觉是周深要给所有粉丝一个惊喜 我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 只从歌名来看似乎说的就是与粉丝之间的约定 之后听了这首新歌 也看了新歌的歌词 更加肯定了这种感觉 这世界从来不完美 才需要你来配 当我来到这条路的终点 才明白你早已如约 但是当我看了新歌评论区的一条评论时 突然发现事情似乎不对劲 这条评论的内容很简单 歌名是如约 但为什么这么突然 诗雅 既然是约定 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新照不宣的约定 是一种默契 在一个双方都认为很特殊的日子里 不与而同的做了某件事情 另一种则是双方约好时间 在某一个时刻去做某件事情 新歌如约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 如此突然的发布确实有惊喜 但是与新歌的主题完全不符 这种行为很不周深 要知道周深对歌曲非常认真 就连各种影视剧host 周深都会帮忙宣传 而如约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周深成立工作室后第二首单曲 第一首是买了版权 周深重新演唱的化身孤岛的金 怎么看如约不管是对周深来说 还是对粉丝来说都很重要 如此重要的歌曲居然不宣传 这没道理 想到这里又去看了周深 以及周深工作室的微博 发现新歌如约已经发布很长时间了 他们还是没有在微博宣传 如果是给粉丝惊喜 在这首歌曲发布一段时间 粉丝纷纷发现后 惊喜已经给到了 这时候按照周深的性格 应该会发微博与粉丝互动才对 这才是印象中的周深 可是周深并没有 甚至连周深工作室都没有 周深的微博还停留在17号 周深工作室的微博还停留在20号 这是多么反常的事情 之后看歌词还发现更反常的事情 这首新歌居然没有提到周深工作室 要知道前段时间 周深微电视剧千古绝尘现唱了主题曲 虽然这首歌曲版权并不属于周深工作室 但是在歌词中依然感谢了周深工作室 在周深成立工作室后 周深现唱的很多host 都会在歌词中感谢周深工作室 但是如约连提到媒体周深工作室 这种情况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性 如约虽然是单曲 但是版权并不属于周深工作室 而且版权方与周深的关系可能一般 带着这种疑惑查看了如约的专辑信息 在看到唱片公司后 才智突然发布是多么无奈的选择 因为唱片公司上写的是梦想强音 是周深之前的经纪公司 如果看过《化身孤岛的经》的专辑信息 就会发现 买了版权重新演唱了《化身孤岛的经》 唱片公司是上海经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这才是周深自己的唱片公司 这也意外至如约看上去是周深的单曲 实际上版权并不属于周深 而是属于梦想强音 这种感觉非常不好 以前我对梦想强音的印象就很糟糕 因为她在造星能力上很一般 很多有实力的好声音学员到了梦想强音后 就变得默默无名 这几年才对梦想强音有所改观 因为这些年黄霄云西里纳一高的发展还不错 而且张碧晨周深梁波也都是从梦想强音出来的 如今发展的很好 渐渐对梦想强音的印象也变了 感觉虽然造星不行 但也一直在做音乐 还算不错 但是这次真的让我大跌眼镜 这种行为就是在曾周深的热度 实相很难看 更让我不解的是 如约是今年6月末发布的歌曲 而周深工作室是去年7月份才成立的 版权怎么还是梦想强音 只有一种可能 这首歌曲是周深在梦想强音期间录制的 按照时间应该早就录制好了 可为何却如此晚才发布 我能想到的可能性也只有一种 应该是周深一直在与梦想强音交涉 周深如今发展的很好 他应该可以像对待化身孤岛的金那样 把如约这首歌曲的版权买了 这样梦想强音可以获得不错的好处 周深也能多一首有版权的单曲 可以说皆大欢喜 但这种交涉应该以失败告终 至于为什么会失败 那就不得而知了 因此对于周深来说 如约突然发布 是一种非常无奈的选择 如果如约的版权是周深的 相信周深肯定会兴高采烈的宣传 可是如约版权并不是周深 这首歌曲的所得与他无关 还要以他的名义发布 并且让他的粉丝帮着买单 换成是谁都不愿意 这种情况周深没有出面说明情况 已经是对老冬价最大的原谅了 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再发生 也希望周深的粉丝擦亮眼睛 不要做了他人的嫁衣 恭喜周深 绝恋首次斩获人气得分Top 1 实至名归 新的一周 新的开始 2021年第24期榜单 五大维度Top 1公布了 恭喜周深 绝恋首次斩获人气得分Top 1 经常看小编文章的小伙伴们会发现 每一期周深都会有歌曲获得人气得分 他的歌曲就是这么有魅力 越听越好听 不知道周深为千古绝尘现唱的主题曲《绝恋》 这首歌曲小伙伴们喜欢吗? 周深用他极具故事感的嗓音 诉说这份绝恋 首千古绝恋 咫尺不见未曾改变 他空领悠扬的嗓音 将故事男女主人公的依恋之情准确表达出来 听歌曲 就能感受相恋的两人 风起绝尘 千古朝夕 只手共复现恋 歌曲威威道来 并且层层递进 释放满满深情 将故事中的集市轮回唱尽 让人感动 并未知动情 千古绝尘这部仙侠剧 是由徐凯 周东与刘学义 妮妮等主演的没看电视剧之前 小编就被周深这首主题曲《绝恋》吸引了 他用最简单的旋律唱出最浓烈的感情 支持不见未曾改变 前身诺言化一缕烟 辗转难眠谁藏心灵默念 今又是何年 周深融入感情的演唱 能够支离人心 碰触人心最脆弱的那根弦 小编真觉得所有的坏心情 都可以被他温暖的歌声治愈 听了他的歌 一切的不开心都会消散 不知道你们喜欢这样神奇魔力的歌曲吗 随着周深动听的歌声 小编仿佛看到了绝恋的唯美画面 为爱付出一切 为爱放弃一切 哪怕一元相赴约的绝恋 从周深的声音里听到了生死相依 深情不负的神仙爱恋 让人羡慕又让人期待 尤其是在剧中情节想起周深这首歌曲的时候 才是一种享受看好看的电视剧 听好听的歌曲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